Hello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Peggy 敬佩老師 我又跟大家見面了 上次跟大家說一些長巨子的技巧 今天應大家的要求 知道大家都很想我說 After Class 成員Chantelle 姚卓菲出了新歌 在說之前 我們多謝我的贊助商、耳環、服裝等等 另外希望大家記得按讚我的頻道 剛剛過了兩萬個月 希望一路上升上升 一路不斷學完會有很多歌出 其實我都覺得是很好的 包括Gigi會一路出新歌 譬如《珍華的清高》、《複雜》、《烈盆麗》等等 又或者唱很多的劇集主題曲 譬如《尖天文》、Windy都會唱 《愛情虛可證》、《原來寺物得多》等等 《白金星岸基》、《靈氣逼人》 上次的影片也有說了怎樣去唱 戒了一個Opera腔去唱 POP SONG 另外也有Venus Yumi也有推出很多新歌 Ascar也可以自彈自唱 Sharmon也可以有合唱的歌 唱《節目迷你》和張鎮浪 所以其實很多都有演出的機會 Rock、Archie也推出過歌 我覺得《星夢》是一個很好的培養歌手的一個搖嵐 就像以前的新秀一樣 我今次覺得Chanel真的成長了 她讀書回來 其實整個形象都很耳目一身 那裏面的MV 我很想說是她的製作非常認真 無論是MV、首歌、編曲 都是非常為Chantelle 跟大家開始說吧 首先真的要恭喜Chantelle 因為已經剛剛過了100萬的觀看數 其實知道小飛像是很掛念Chantelle的 因為她讀書 其實這個MV 我覺得都可以滿足了大家 因為看到Chantelle成熟了 有不同的形象 有穿和服 又有戴纜帽 其實都很令到大家 我相信不只看一次 應該很多人都滑了很多次 其實這首歌有流行的元素 我相信作曲人在作的時候都會想定 因為 其實有一點像這個Hook Line 我相信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POP Song來說 我們不會等 哇 intro45秒才進入 其實很快進入了狀態 最初chorus一定有些記憶的位置 是很容易記好 很catchy的 這首也有 就好像我會想起 Joyce的Follow Me 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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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那這首也有一條Hook Line 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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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洗腦到 你完結後看完 你會繼續不停地推動 其實我會問老師 其實POP Song是否真的有一個基本框架 其實實在是 流行曲 很難說intro很好聽 聽一分鐘都不進入intro 因為一首歌都不會超過四分半 可能三分半到四分半 對於欣賞的角度 以及記憶的角度來說 你要流行不能太過偏頗 可能要等你一分鐘才到達 何時才到達歌詞 又或者是很難記的 或者聽很久才入到心 在流行的角度來說是比較難 尤其是在現在 很多都變成 整個世界都走得這麼快 變化得這麼多的時候 很難再有心機 去被大部分人坐下 聽一首八分鐘 你這首歌 除非你是戴客朋友 可能也有心機 所以在做一首歌的時候 都要兼顧很多的部分 你要有流行元素 你亦都要有一些 很容易上口的歌詞 有很好的記憶點 另外就是聲音 會否很容易入耳 歌詞有沒有寄出 大家都認同的訊息 有很多因素 加上Promotion 加上MV 尤其是現在 以前我們都會有MV 大家的年紀和我差不多 翡翠音樂、鋼線 我們都會在電視上看MV 不過現在不同了 就會在YouTube那裡看 但其實 反過來 再看就不同了 但視覺也有很重要 加上MV的配合 就會做到一個 很流行的一首歌 大家都會很喜歡 不斷循環 每個年代都有這種狀況 例如很容易記憶的 一些Hotline 但現在心中只有灰色 哈哈哈哈 冰冷空隙 這些都是很容易記憶 那些發覺都會 啦啦啦 哈哈 這些是必定會有的 九十年代 二千年代就有 Safu Safu Hotlo 這是可以給大家要記憶 到這麼多年 大家都會記住 所以無論爲何年代 曲色有基本框架 在作的時候 你都不會偏離得過軌道 我做這首歌八分鐘 或者我這首歌是講一些不拉肺 或者是講一些題目是完全沒有共鳴 都不會的 當然是要《Tainer Made For》的歌手 還有看他的節奏是甚麼狀態 想講一些甚麼的態度 所以這首歌的姿態是講回姚卓飛 現在這個狀況 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蛻變 不是一個小美人魚 已經不是一兩年前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可以一直突出 Chantelle那種唱慣 她唱慣有點鬼鬼的 鬼妹仔去唱廣東話 例如鼓鼓 是她特色的唱法 譬如我們那時經常聽到她唱《桃心門》 那一類咬字反而變成她咬廣東話的特色 是充滿了流行元素 無論是中段的一些 有一個Hook Line出來 很Catchy的位置 可以大家洗腦式的Melody 可以令到不斷地Loop 第二 我覺得她的咬字 是真的有她自己個人的風格 我可不肯畫住心裡 不遂心思熟慮 歌聽一支吹 不管標準定位 放股都不對 都不想躲出乖寶女 男不對 乖寶女 這個吹 全部是吐 句 對 碎 其實在那個咬字 如果突顯她的特色 可以做到她的鬼妹仔的咬字 這是這首歌的特色 乖寶女 有對面具 這種是她姚卓菲的康口 沒有說好不好 只不過你會聽 一聽就知道原來是Chantelle的康口 變成了她的特色 贊了楊俊 J&B 一向她的編曲 都是很好 我可以說回我當初 一聽她的編曲 知道她很有能力 也看到她越來越發展得很好 這首歌的監製監得很好 尤其是編曲的混合 我可以和你們聽一聽 少說一首歌曲的混合 或者是一些配合 聽聽這裏 明天都看得女家淚 久凍乖乖惹誰 要遷的一句 可否不刻畫於順利 一種角色 童話半成傑 記不記得那些Reverb 比起在Pre Chorus 即是在Chorus 前一段 而且First 是多了 一直多了上 為甚麼 其實我明白 因為這首歌不是一個超級快版的歌 Beat 不是很快很快 如果整首歌 如果唱歌的歌者 要去演繹整首都是很平的 混合沒有起伏的話 很難帶到情緒去 Chorus 所以它很適當地將Vocal 加上一些Reverb 類似叫做一些延伸的 就令到整件事是空曠了 聲音撞闊了 以及延伸了Vocal 感覺上好像有一個大世界的畫面 如果不然全部都不放這些Effect 就可能會變成一個盲歌 對於新人來說 我覺得是需要 尤其是首歌的編曲 我覺得都很適合姚卓飛這種做法 令到他建立到 去建立到某個位置 去到 Chorus 所以聽到它也很起迷的感覺 很想講監製編曲混合 做得很好 就是把姚卓飛的聲音 由柔軟一點變成熟了一點 配合就是粗礦一點 配合MV 覺得它好像推變了大了 其實都是很配合的 另外亦很想稱讚這MV MV拍攝非常之有心機 尤其最後幕的煙花不停飽 穿著和服 黑紅色和服不停滑走 其實是很美 唯美 也有新的感覺 不是Trotto Matteo的Chantel 好像百變了形象 真的好像蛻變了 成熟了的Chantel 但也有青春的感覺 給大家認識多些不同的一面 當然要看一份詞 因為當年我都是作很多新人的詞 很多朋友就問 其實作詞的時候 要不需要和歌姐坐下來一起談 其實又不太需要 看看情況 因為其實留一點幻想空間給填詞人 我覺得也是可以 但當然要知道他想送什麼訊息 或者那個印象是怎樣 這個監製是需要和填詞人去談 以及那個印象是怎樣 想透過這份詞 賦予一個什麼的生命力 什麼的態度給新人 我覺得是需要溝通 這個我覺得很好 就是要跳出一個框框 不一定做乖乖 要不怕失敗 還有要跳出一個堡壘 要探索自己一些未知的可能性 我覺得很適合他的狀態 而這個Stage這份詞是很適合的 譬如說 那時候七歲 只會玩玩玩具 一個古怪的幻想世界 因為少女也有很多幻想 最後一句說 遺忘一些舊的億 接通內心的世界 其實很準備好 去接觸大世界 去蜕變 以及成長 我覺得這份詞也是寫得不錯的 分詞是Delta T寫的 這裏我覺得也有顯示到 Bridge其實有點不同 Tune的聲音都有點更改 之前的Reverb再強 這個之前的Reverb可能比較多 延伸比較多 這個Bridge使用了 令到它的聲音有點沙沙 讓大家耐聽 這首歌雖然是Catch位很多 Hotline也是很強 但如果不斷地重複 可能會有點悶 我覺得監製在Mixing方面 將聲音調到有幾個不同的層次 令到大家First, Pre-chorus, Chorus和Bridge 都有種不同的感覺 所以加上MV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整件事是很適合的 令到你很耐聽 我相信小飛像應該不知看一次 應該看了幾次 應該看了兩、三次 想看一些景色 如何配合東京鐵塔 又配合Chantelle怎麼走 然後又跳去紐西蘭 其實也是很盡視聽之餘 應該令到所有小飛像都覺得很開心 很大飽的眼福 我覺得Chantelle也是努力了很多 無論在唱腔、聲音、用聲、發聲的位置 都是進步了 闊了和實淨了 當然我覺得監製、作曲人、作詞人 編曲都是英記一功的 還有MP拍攝 很有心機 剪輯做得非常好 鼓勵了Chantelle 已經有100萬的訂購 已經有100萬的view數了 期待有下一首 期待你下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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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些新的歌給我們呢 可能會是一首慢歌的 好 下次見 拜拜 謝謝